我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对于大力胜利来讲 如果你是为了脱胆而脱胆 如果你现在脱胆遇到了困难 你就想着要降低自己的要求 然后去帮助自己能够顺利的脱胆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么你降低要求对于你的脱胆 就不会产生好的影响 这样子反而会让你的脱胆增加了一种难度 我们想一想 你的出发点都是不好的 你是为了脱胆而脱胆 你这个时候的降低要求是盲目的降低要求 盲目的降低要求对于我们脱胆肯定是没有帮助的 那么我们在脱胆的过程当中 是可以适当的去做出一些调整 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做出一定的调整 你比方说你现在具体情况发生了改变 那么我结合我现在的情况 制定新的择偶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有可能比之前的会降低一点 实质上好像是降低了 但是我们本质上来是做出了一个调整 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对于我们的脱胆是有帮助的 所以说要记住这一点是调整而不是降低 那么你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对于你的脱胆就会有帮助 另外一个 我们即便降低了自己的要求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去降什么 我们不该降什么了 我们能降的就是一些小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标准和要求 不能降的是原则性的问题 你比方说你喜欢某种类型的男孩子 那么你心里面就接受不了另外类型的男孩子 如果你为了脱胆而脱胆 你把这一个原则性的东西给放弃了 那么你自己想一想 你原本不喜欢这种类型的男孩子 你也要去选择他 你只是为了脱胆而脱胆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你以后能够的幸福吗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 我们要想清楚 要搞明白这件事情 那么对于大林圣女来讲 有可能你现在的脱胆遇到了种种的阻碍 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你现在也没有太多的自信心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想着 我要降低要求就能够顺利的脱胆了 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本质的一个联系 也没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并不是说你一下子把它给降低了 我就能够脱胆了 不是这么一个逻辑 我们想要脱胆顺利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认真去面对这件事情 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大林圣女来 她自身没有认真去面对脱胆这件事情 她自己来在打退堂鼓 自己不够积极 不够努力 你自己都不积极努力 怎么可能脱胆顺利呢 另外一个 有很多大林圣女来 她思想比较古百 你比方说 对于传统的思想 传统的理念 女孩子不该去追求男孩子 他们还是坚守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你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 如果你遇到合适的 你为什么不敢主动去追求 如果你主动去追求 是不是你的脱胆概率 你就能够顺利一点了呢 所以说对于大林圣女来讲 你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去脱胆 只有这个样子你脱胆才会变得顺利一点 而不是去降低自己的要求 降低自己的要求 从某种角度来讲 没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反而会给我们增加一些负担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于大林圣女来说 不要轻易的去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 但是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 去调整自己的择偶标准 另外一个 对于脱胆这件事情 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 只要你想要脱胆 就要积极努力去面对 那么这个样子的 我们脱胆才会变得顺利一些 这位哥们提出了一些 关于脱胆和选择伴侣的个人观点 他认为大林圣女不应该盲目降低要求 而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并坚持自己的原则 他强调了积极面对脱胆的态度 和灵活思维的重要性 每个人对于脱胆和选择伴侣 都有自己的方式和想法 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决定 在这个过程中 保持积极心态和努力非常关键 降低要求并不一定是 解决脱胆问题的好方法 而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做出适度调整 同时保持自己的原则和核心价值观 确保在寻找伴侣时 不背离自己的真实想法 不论是大林圣女还是其他人 脱胆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可能会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 但最重要的是保持积极态度 灵活思维和主动行动 尝试不同的方法和途径 以增加成功的机会 对于该不该降低择偶标准的问题 你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 大王 来抓我要大王 牛逼啊 牛逼要抓你 谁哥这样抓 你们呀 詞曲 李宗盛